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太监 其实 历史让太监掌握朝局的案例也有不少 比如秦桧二世而亡 不就和赵高弄权分不开吗 要不是他篡改赵书让胡汉继位 秦桧二世而亡吗 其实 中国历史上 宦官弄权最严重的时期在明朝 他们在朝堂上面各种兴风作浪 导致文武百官怨声载道 刘瑾在朝堂上作妖的能力 为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的皇帝诸后赵 就一直生活在他所编织的假象中 如果不是安化王把刘瑾给除掉的话 任由是太发展的话 诸后赵会不会成为刘瑾的傀儉呢 历史上刘瑾的下场 只能用罪有赢得来形容 他应该也是历史上死得最惨的太监了 他六岁的时候就进宫做太监了 他的一生都是在宫中度过的 刘 瑾 瑾刚开始对权力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但是 宫中生活举步为迹 在好几次私里逃生之后 他认识到了权力的重要性 当时的他因为心思灵巧 深得诸后赵的喜欢 诸后赵登基之后 刘瑾就成了皇帝的媳妇 刘瑾为了巩固地位 就想方设法地讨皇帝开心 诸后赵刚登基也是一个玩心中的人 刘瑾便找各种新奇的玩意儿 逗诸后赵开心 就这样 诸后赵越来越器重他 还直接让刘瑾干预政务的处理 刘瑾办事能力不错 又生得玲珑七巧心 随着时间的发展 刘瑾开始管理诸后赵的一切事宜 这也间接性地把权力送到了刘瑾的手上 有权力的人通常都喜欢美女和钱财 太监因为身体情况特殊 因此他们只喜欢钱财 刘瑾有权后受贿起来 这些丝毫不但手软的 朝中大臣对刘瑾的行为嗤之以鼻 纷纷上书请求皇帝处理刘瑾 但刘瑾先下手 北强先在皇帝面前乱说一通 导致这些官员的官职都丢掉了 之后 安化王打招亲军策的口号 发动叛乱 这也造成了刘瑾的死 这场叛乱之后 皇帝在刘瑾的家中收到了万两白银 还有伪造的玉玺 因此 皇帝勃然大怒 决定用最残忍的方式 将他临时处死 曾经风光无限的刘瑾 只能在监狱中等待死亡的来临 朱后照让刘瑾临时而死 这种刑罚通常要分成三天完成 每天在身上割一千多刀 若惩罚者刑刑中死掉的话 筷子手是要受惩罚的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 刘瑾白天受完罚后 晚上回到监狱 竟然还会喝两大碗稀饭 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求生欲有多强了 正常人在受罚后 基本上都是吊着一口气活着的 他竟然还能喝两碗稀饭 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